今天真的很高兴我们有一个非常一致的这个讲座 我们呢我们这个线上讲座是由达福中美文化交流协会来举办的 我们协会呢每一个礼拜都精心策划讲座 主旨就像下面写的这样 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大家有个生活上的精彩与美好 透过我们的讲座能够搭起一个彩虹桥 这个是预告一下8月6号就是下个礼拜我们有会员only的座谈会 那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 如果你当天愿意成为新会友的朋友 你也欢迎能够能加入 那一天你也可以加入 8月13号也是非常精彩的 是林静女博士呢的讲座 他关于精神心理卫生的挑战困境以及因应 在接下来呢是8月20号是王友章博士的讲座 网友章博士他讲座的内容很精彩 也是非常别致的 以前没有人做过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个讲题 那我们就卖个关子 所以我就没有把细节说得很清楚 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稍微详细一点 那今天呢是力学老师力学教授呢 他特别来替我们讲这个花道 他有提到他的内容很多一次 没办法讲完 所以我们还会再继续安排他 也许是两次还是三次 那欢迎你 这个是会员的报名表 我们就是年费 一年就是收十块钱 有朋友问我们说 那会员要有什么义务啊 我说没有 你的义务就是交十块钱 然后常常来支持我们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也愿意分享 你告诉我 我们会帮我们会帮你安排 会会我们这个协会是很另类的 会员我们可以安排会员来办奖座 那付款的方式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 我很快的放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们副会长徐茂兰女士呢 他精心设计的线上报名 我这样弄一下 好像 好像没办法在这里 link 我这个没办法 sorry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文学上面都有 如果你愿意马上成为会员啦 也就是线上报名 或是直接打电话给他 我们有目前我们有四位理事 林副会长 我刚刚提的茂兰副会长 他也是秘书长 另外我们有本意加入服务的行列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随时欢迎 好 那今天就是林立学老师 他演讲 演讲题目 如下 看到 他准备非常丰富的分享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交给他 那这些就是最近 恐怕最近这五年内 我插的花 我选了几盆 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我是曹月流 我同时也学磁房流 所以今天这个展示的作品里面 到后面会有一点磁房 还有一点那个一叶式 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草叶流 有的有名字 有的没有名字 如果你看到哪一个 你觉得你喜欢有名字告诉我 右边这个是心心相应 看到两个心 然后右边这个是 吸手同行 这个椰子叶的编织 你看这下面那个大叶子 是椰子叶编出来的 那这一幅呢 的右边是展示说 当你用了别的material进去 有时候会怎样 然后右边这一幅呢 是有一个像鹅的头一样 那其实是Thanksgiving的时候的作品 这个是前天我查的 左边这个有一个歌曲叫说 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 那就是我 这到这里就是池房的 池房的形完全不一样 我想外行人一看也知道 这都是池房 池房喜欢用这样高的 喇叭形的容器 这都是池房 好 这是一夜市 一夜市的基本的最大差异 就是没有用剑衫 你可以看到我每一盆里面 都没有那个铁块 那个剑衫 都是想办法把它支撑 用别的办法把它支撑起来 这是2009年我参展的一个作品 好 那就到此结束 这个是艺术花正开 在Museum的一个节目 我在那里当主持人 那现在呢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日本花道 我是一个从研究跟教学出身的人 所以呢 我对于任何东西 如果不了解它的历史 我几乎就没有办法做下去 那我从1998年开始学日本插花 加入日本国际花游会 然后就一个礼拜 一个月参加一次会议 然后看人家插 可是始终没有人告诉我 日本插花的流派形 这个形态 然后历史 所以我始终是明语乎乎的 就跟着插跟着插 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哪一派 一直到我们要展览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 你老师是草月流 所以你就是草月流的派 草月流的 对我就成了草月流 那后来呢 我对于池房 草月流的长官 金娜今天早上售来 看得见吗 我对于池房的高贵的那种花形 非常喜欢 好几度都想要离开草月流 然后去重新学习池房 可是后来 我对于草月流的历史 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 我发现呢 我还是要留在草月流 因为它是创造力 还有自由性最强的一个流派 但是呢 同时我也回台湾的时候 就开始学职房 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 并没有相悖 反而是增加我更多更多的技巧 还有更多的创造力 那所以呢 到我退休 2013年退休呢 我的日本老师 他今年85岁 他一直鼓励我 一定要去修课 然后得到草月流的讲师的资格 所以我就开始真的进入了 那在这个之前15年 我就是糊里糊涂的差 从来没有认真 然后也没想到要得certificate 然后跟人家修课 也从来没有问人家说 你有没有资格给我certificate 所以现在我跟着这个日本老师呢 他85岁 他是理事会员 草月流这个理事会员 所以他是最高级的 那因此他有资格 可以授予 可以推荐 可以推荐总部 授予资格证书 那现在我已经在最后一个阶段 本来应该今年秋天可以完成 可是因为这个 COVID-19 所以呢 我们全部都全面停课 那现在只好 往后延 也许明年可以完成 那希望我有耐心把它完成 我统计了一下 要完成这个 最初级的师范 得到这个certificate 因为以前我修课 全部都被 都被否认掉了 因为那个老师是不够格的 那我要得到这个 我估计一下 要4000块美金 因为要修125堂课 125个lesson 然后每一个certificate 至少100块 200块 300块 这样一直晋级的 每堂100美金 对 一堂是20块 可是要125堂课 然后呢 加上certific的价钱 所以我大概估计是4000块 OK 那反正退休了 没事干 无所谓 那现在呢 我就很高兴说 我可以从一个 比较教学的立场 来跟大家谈一下 日本的插花 我不在这里炫耀我的艺术的创造力 因为我觉得我还不够 可是如果从教学的立场来看 我觉得我是绝对够的 因为我们就是研究出身的 就是特别喜欢研究 它是做的 它是装的 是装的 是装的 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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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是日本一千五百年以後, 同時跟佛法的佛法 在時期,佛法的佛法變得深入了在日本的生活 在家裡,人們佛法的佛法 在方形成為佛法的改變 今天,日本有超過兩千學校的Ikibana 每個學校的教育都會承諾 從教授到學校的學校 通過激烈的訓練 Ikibana是不僅為佛法的佛法 它必須在理想中的創作 這間契約的佛法 與其中心的佛法的佛法 現在正在看著人們的全世界 在这一节目开始日本语,我们的题目是《Ikebana》。 我们会探索这种艺术形式的形式, 和描述《Ikebana》的历史。 好,从这个视频里,我不想知道各位可不可以猜一下, 这是哪一个流派人做的? 你可不可以猜得出来? 吃饭流。 吃饭流,没错,你看它那个容器,每个花器都是高耸的, 然后开口都是像喇叭型的,那是吃饭流做的。 但是我的老师是这个,他今年85岁,他的名字叫Hitako Rennie, 因为他先生是美国人。 然后呢,他的精神让我非常钦佩,现在还有很多学生跟他学。 然后呢,85岁自己开一个大型的车到处跑, 非常的让我敬佩他的生命的态度。 我想花到给他力量。 他有一个女儿才去世没多久, 因为女儿从生下来就是有点蒙古症。 非常辛苦,他照顾到女儿五十几岁, 终于死掉,他现在才自由。 我非常崇拜他的精神。 那这是我在台湾学习的吃饭流的老师。 他很年轻,现在只有四十岁左右,他十二岁开始学。 那么他是吃饭教师第一集于仲奇老师, 非常的creative,我非常的喜欢他。 那这是他两三年前在日本得奖的作品。 题目叫《望春风》。 你看看他插得多美。 可是我仔细看呢,发现他们这些枝可以这样弯成这样, 其实都是接起来的。 里面有很多秘密。 所以他们是可以用钉子、用铁丝想办法把它钉起来。 那现在我们要讲Ikibana, 我当然要解释什么是Ikibana。 那Ikibana如果从整体来讲, 它就是日本的一种插花艺术, 依照这个历史的源流慢慢的演进下来, 那随时一直在改进的一种花艺。 那你看看这两盆都是我, 我们可能比较一个男性的美国老师他插的。 我曾经跟他学, 可是他没有资格授予证书, 所以我现在必须要跑到乔治亚州, 我每个月开车到乔治亚州去向日本老师学习。 那谈到这个Ikibana, 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说, 日本有三大古典这个艺术。 这三大呢, 就是koto,sato跟kato。 koto就是阴线本领,就是熏香。 sato又叫做chanoyu, 就是茶道。 还有kato, kato就是花道。 左边的koto,sato,kato都是汉字的发音。 那右边的什么chanoyu, ikibana, 这是日本的发音。 那一个一个我来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香道。 那这个香道呢, 就是熏香。 这个香道基本上可以说, 从古代到现在, 一直没有改变过。 它一直是没守成规, 没有改变。 然后呢, 茶道也是没有改变, 没守成规。 那这个茶道的照片, 其实是我在图书馆上班的时候, 我请了一群日本的太太, 请他到我们图书馆来, 帮我们做茶道。 这是他们自己带了榻榻米来, 带了everything来, 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这个呢, 也是我请他们到我们的花友会, 来帮我们做茶道。 然后他同时带来了, 好多件的日本和服。 那在当场让我们每一个人试穿, 你看这美国人啊, 印度人啊, 还有我, 还有我先生通通穿了啊, 这很有趣, 然后我们在那边学习喝茶。 然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后面有一个打背包, 所以造了一张这样子面壁的照片。 那这是非常rich的一个文化的活动。 那么我们现在谈到kato, 我仔细来讲kato, 我刚刚讲说kato就是花道。 那么ikibana是日本语, 那kato就是way of flowers, 因为道就是the way, way of flowers, 那如果讲ikibana的话, ikibana事实上可以猜指两个字, 一个是ikeru, 一个是hana, 我想各位都知道hana就是花, ok, 当他跟ikibaru, ikibaru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变音了, 变成ikibana, ikibana, 那ikibaru就是生, 生活的生, 生命的生, hana就是花, 生花, 那其实就是make a flower alive, 或者using, you know, fresh flowers, 都可以, 这样解释都可以的。 然后下面呢, ikibana最早在日本呢, 其实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因为唐朝的时候, 第六世纪, 他们派了很多和尚跟学生, 到中国来学习佛教,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那当时佛教呢, 在神岸面前都有供奉花朵, 那供奉的方法都非常简单, 你可以看到图片里面就是高高的, 都是高高的花瓶, 那个时候没有那种矮的水盘, 就是高高花瓶, 那你看到这些都是, 最传统的供奉神明的, 这个花的展示, 下面, 这张照片有趣是我父亲母亲结婚的照片, 1939年, 那你看到后面就是我们老家, 我们老家在天母的山上三合院, 我们老家, 因为我的曾祖父是举人, 所以呢我们老家很大, 那他们在那边结婚, 你看到那个神岸上面的花, 也是这样子历式的, 这张我觉得特别的可贵,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以这张作为我文章的主题, 那么我们刚刚说那是第六世纪, 他们到中国来取经, 结果中间第六世纪到第十五世纪, 插花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可是到了第十五世纪, 也就是士丁时期, 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这个改变是怎么样的改变, 我给你解释一下, 因为士丁文化呢, 可以分成两个流派, 一个是北山文化, 一个是东山文化, 那北山文化是第三代的幕府将军, 那时候就幕府时代, 足利益满的时代, 那时间是十四季末叶到十五世纪初, 是华丽贵族行的, 那么金阁市就是代表座, 东山文化是第八代的将军, 足利益政, 那个时候的文化, 那么他的时间是士丁时期的中期, 那换句话说, 恐怕也是十五世纪的中期, 他是优选宜末, 那银阁市就是最好的代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两个市, 你们都去过吧, 我记得我是去过的, 金阁市绝对去过, 银阁市我忘记了, 可是这两个都是在京都, 但一般旅游的人都带你去看金阁市, 因为它非常的辉煌, 非常的好看, 那这就是代表北山文化, 那银阁市代表东山文化, 在那个时候就是江阁古代, 可是这两个文化就是发展出来了, 那个时候就是文化色彩特重, 所以呢在这个士丁时期日文叫做, Nuromachi period, 这个时候呢有五个, 日本很重要的这个, 艺术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成型, 第一个叫做, Soyin style, 就是书院型的房子, 书院, 我们小时候在台湾, 还有很多书院型的房子, 我自己小时候就是成长在书院型的房子, 充满的非常美好的孩童时候的回忆, 然后呢再来就是T ceremony, 还有花道, 还有能具, 还有日本花园, 在那个时候就突然间, 这五个艺术在那时候就全部都定型了, 好, 那我们再看, 这就是书院型的房子, 我相信有不少人可能脑海里面还有一点记忆, 那这里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 放art的地方, 就像这样子, 放art日日好好日, 放art的地方, 然后就要放一盆花, 然后呢, 右边这个是茶道, 茶道, 在那个时候也定型了, 然后呢, 左下方这个是能具, 能具全部都是男演员, 戴上面具, 然后最右边的就是日本的花园, 在那个时候日本的花园也成就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形态,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受中国的影响非常的大, 然后中间这个就是我们的花道, 花道就在这四种东西的协助下, 酝酿下, 花道终于就boom一下子, 整个就热门起来, 那么这个花道呢, 因为呢, 书院型的房子需要用花, 放在它的这个叫做床枝地, 中文叫床枝地, 那茶道也需要有花, 然后能具他们在舞台上常常摆一个很大很大的花, 然后花园里面当然是花很多, 所以呢, 这个Ikebana这个艺术在那个时候就发展起来了, 那我们看看, 在15世纪的时候, 当时他们发展出来的插花就是在这里, 这个小小篮子, 就是为了配合这一幅, 为了配合这一幅字画形成的, 可以是字也可以是画, 右边这个是画, 左边这个是字, OK, 但是这个字画应该要非常讲究的, 如果这个字画写得太强壮的话, 有时候就会失去了茶道的这个趣味, 然后呢, 当时呢, 在15世纪早期的那个时候, 插花的艺术, 能够玩插花的事实上只有和尚, 因为和尚本来就是, 本来这就是敬拜神明的东西, 还有Samurai武士, 还有惠族, 然后还有这个都市里面的这个名人, 还有一些商人, 然后到最后才流传到贤妻良母, 我们说girl wives and the wise mothers, 这已经到明治时代, 明治时代女生才可以插花, OK, 在这个之前全部是男士的天下, 这很有趣的, 我们看一看Samurai, Samurai插花的时候, 身上的箭没有取下来, Samurai取下箭的时候, 一个是睡觉, 一个是茶道, 要进入花园里面的这个茶道的小房子的时候, 因为那个门太小了, 他们进不去只好把箭拿下来, 所以呢, 连插花他都配着箭, 那这个就是我找到的早期的图画, 你看这些都是一些, 这个男士, 可能是Monk啊, 也可能是当时的商人, 当时的贵族, 然后呢, 这是后来到了明治的时候, 妈妈开始教女儿, 你可以看到一个妈妈一个女儿, 所以这个时候才真的开始有女性参与插花, 那么这个插花呢, 日本插花, 一个很大的原则, 这个原则其实是从中国来的, 就是天人合一, 天自然跟人一定要有一些和谐, 那这些和谐如何来构成, 伊奇巴拿就在研究这个, 那我们要采取天然的材质, 我们来插花, 我们插的时候不能够违反天然的这个本性太原, 但是呢, 如果你完全是从院子里面就这样搬进来, 这样插下去的话, 那你干脆不要插了, 你干脆搬一盆盆子进来就好了, 所以呢, 它就是理想中你所要的花草, 它长的样子, 但是不能背离本性太原, 那这个呢, 我要特别强调说, 日本插花里面, 可以是很写实的, 看这个左边这个图, 很写实, 你看它很detail, 可是也可以很写意, 你看右边这个, 非常写意就是一个木棍子, 我这边有一个, 就像这样的一个木棍子, 那你看你什么样的插, 如果你找到一个花盆, 刚好可以这样set进去, 然后就放两朵花在上面, perfect, 这味道就出来了, 所以可以是很写实, 那也可以很写意,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观念, 他们如何去诠释它, ok, 那草月流呢, 有三个组织, 三个组织, 这三个组织的名字, 一定要信, soi, tai, 或者hakai, ok, 那信就是天, soi就是人, tai就是hakai, 那信就是最高的这个, 那这是地哦, 这是地, tai或者hakai, 那人是在天地之间, 人在这里, 啊, 天与地是透过人来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他们的基本的一个观念, 就是草月流的, 啊, 然后呢, 呃, 这个hikibana, 这个, 擦花的, 形, 花形, 可以大致分成六个, 六个花形, 那我要特别强调这个花形跟流派, 不是, 不是同一回事, 流派是说你有什么大师, 他, 他开始带领他要怎么擦,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是一个流派, 像池房草月, 小圆, 这些都流派, 可是现在我讲的是花形, 花形呢, 呃, 第一个是reca, 立花, 呃, 待会, 哦,这个太sensitive, 啊, 然后第二个是seca, 啊, 右边的第二个seca, 生花, seca又叫做soca, ok, 然后第三个, 呃, 这个nagiri, nagiri是投入形, 投入, 一个, 你把一个高盆, 高瓶子你把它投入, 啊, 就像高的, 高的花瓶, 然后一个是freestyle, 哦, 一直跑掉, freestyle, 自由的, 哦, 然后呢, 最左边这个chabana, chabana, 从文字上是指茶花, 但这茶花不是我们所看到的camelea那个茶花, 这个茶花是指的, 在喝茶的时候所用的花, 那喝茶的时候所用的花, 有一定的规定, 好, 然后最左边的上方, 这是moribana, moribana就是圣花, 那moribana也就是小圆流跟曹月流最, 最重用的, 啊, 一种花形, 好, 那我现在分别来解释给大家听, 它的特色在哪里, 你看这个栗花, 这个栗花, 我们可以说是持坊流最最古典的一个花形, 那虽然现在曹月流其他流他们也可以做栗花, 可是他们做起来不会跟它一样, 那这个栗花呢, 它的主要精神就是在呈现给你佛家彼岸那圣地的样子, 你看这个是一个, 一个从进井一直到远井, 到远井, 然后后面是树比较高, 前面都是矮的, 所以是佛家彼岸圣地, 而且它是一种自然美景的反应,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它所使用的所有的枝, 至少是大概7枝到11枝之间, 全部都要铁丝定型, 你看到这里面所用的每一根都砸过铁丝了, 只有砸过铁丝的枝, 才有可能让你这样子东弯西弯的, 因为它要有一定的角度, 所以这每一根都砸过铁丝, 有的是砸在外面, 有的是铁丝是穿在梗子里面, 那这个技巧就是非常难的, 那教翅膀的老师, 他这一套技巧不是任何一个初学者, 他就会露给你的, 他一次露那么一点点, 然后就经过好久好久以后, 他再露第二招, 那上次我去台湾, 像这个仲子老师, 就是我们说他名字叫仲奇, 学的说他那一天就露了所有的砸铁丝的刀, 其他人都瞪大眼睛说, 林,你从外地来的, 今天你得到最多, 我实在是很荣幸, 那这是莉花, 然后莉花我刚刚说, 它反映的是佛家所想象中的, 皮岸的圣地, 那有人就按照那个画出一个图来, 你看这个图跟刚刚我们看到莉花的形象, 是不是有点像, 这就是莉花, 然后这个莉花是在能剧的舞台上常常被使用的, 这是能剧舞台上的一个莉花, 你看多大, 已经冲到天花板了, 所以花就是在能剧的这个艺术发达的时候, 花也跟着发达起来, 这就是一个例子。 它这个生花, 生花叫Sepa, 也叫Soka, 都可以, 那生花呢, 它也是直立的, 然后也是弯曲的, 可是它的特别的规定, 不准上铁丝, 跟立花完全不一样, 你就要找一个树枝, 它本身就有弯曲性的, 这个弯曲度刚好是你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上面的这些花都有弯曲度, 然后完全不能砸铁丝, 不管你多辛苦, 你说我就是折不出这个来, 可不可以上铁丝? No, 这是老师说的话, 所以这是生花, 然后接下来就是投入型, 投入型基本上就是一个直立的花瓶, 我们想每一个人家里可能有鼻桶啊, 什么什么都可以啊,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珠子的鼻桶, 小心一点哈, 我刚开始就用珠子的鼻桶来擦, 结果我不知道那个珠子会裂开来, 我水装进去以后, 第二天那个珠子就裂了, 所以如果是珠子的桶啊, 你要把鼻桶当花盆的话, 你要先去Loss Home Depot, 先买一个那个Sealer, Flex Sealer, 就是有一种Sealer是Liquid, 倒进去以后在里面摇摇摇摇摇, 而且要好几层, 终于把里面全部都盖满了, 那个时候你来擦这个珠子的桶, 桶子就不会裂开来, 我已经裂过好几个, 最后才懂得说, 必须要里面要加东西, 那如果你在网路上, 或者到日本买到这种珠桶的花器, 通常里面它都有一个桶子, 铜的这个Lining, 已经里面有铜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你装水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你随便买一个10块20块的桶子, 你就会要自己做这种东西, 那这个铜路型不用建山, 全部用天然支架, 那怎么支架法呢, 这个到下面慢慢就会看到, 这个是不用建山的,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Chapana, 在茶道的时候用的花, 那基本的原则, 就是这个花要极其简单, 要合乎使令, 不要去外面买, 你就到你的花园里面, 随便采一个榨酱草也好, 随便采一个蒲公英的黄花也可以, 任何当令的花, 而且是新鲜的从你院子采进来的, 然后你就是一种花, 非常简单, 而且他们喜欢用竹篮子, 你看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这个花要避免有香味的, 那这个可以想象等之啊, 因为如果花很香, 你的茶香就闻不到了, 所以这个花不能抢走茶道的重点, 一定要极其的卑微, 然后香味也是要极其的清,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Morribana, Morribana中文叫圣华或者圣花, 那英文他们就翻译成piling up, 就是把它叠起来, 它本来是水盘平的, 可是你要把它擦, 擦成有东西往上, 那这个是从小圆流开始发明, 用Morribana, 后来曹月流继续发展到极致, 那据说现在驰房流几乎已经放弃Morribana, 他们已经觉得Morribana跟驰房的精神不是那么容易配, 而且主要就是小圆流跟曹月流都已经用这么多Morribana, 所以他们现在不太做了, 我跟这个驰房流的学员谈过, 他们说我们现在几乎就不做Morribana, 那这个Morribana呢, 可以说是小圆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发明, 因为日本的房子已经不再是以前榻榻米形式的, 而是西方式的有桌子, 大家吃饭是坐在饭桌旁边的椅子上, 所以他们或者是喝茶喝咖啡, 那桌子上不能够有一个很高耸的东西在桌子的正中间, 那两面的人都彼此看不见, 所以他们就开始发明这种比较矮的插花的形式, 就是不会妨碍彼此的视线, 这是圣花。 然后在下面就是自由派咯, 还有禅派咯, 你看这个有多自由, 左边这个叶子硬把它剪成长方形, 然后右边就这么一根一个草加一朵花, 只要你曲线安排的漂亮的话, 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呢, 下面这个, 这个是2016年我在原山饭店, 台北原山饭店, 参加亚洲地区国际花药会大会, 在他那个前面一进去的lobby, 草月流的emoto, 就是他的家园, 他插了这个, 那这个呢, 这个花很大, 那最重要就是他用这个竹子, 竹子编成了竹席, 把它整个结合在一起, 它的美妙就在这个竹子。 那这个是上海支部, 上海支部了不起啊, 他们也是2015或2016才成立的, 但是目前可以说是日本超外, 日本国际花药会里面成长的最快的, 他们去年得到第一成长速度奖, 他们现在已经有200个会员了, 那上海是一个文化非常的丰富的地方, 而且人们也很有钱, 所以我每次去参加国际型的插花会的时候, 上海那一群年轻又漂亮的小姐一定在, 一定在, 而且他们都报名, 都是第一个报名, 所以呢, 最好的旅馆都是他们要走了, 那我们比较晚进去的人都只好住到比较远的旅馆, 然后要做shuttle才能够到会场, 那这是他们在有一次, 好像是在台湾那一次, 他们上台做了这个展示, 那这个全部用竹子, 是到台湾才采的, 然后他们所有的会员就整个晚上花三个钟头, 把竹子磨, 外面把它磨掉那些脏的东西, 然后再打蜡, 变成这样, 那这个也是我在2018年, 我在冲绳参加第11届世界花游会的大会, 那你看这也是曹月流的家园他所插的, 你看有多大的, 是整个舞台就是一个arrangement, 那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第一个我们没有这个空间, 第二个你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有10个到12个的员工, 都是红武有力的人, 那这些竹子, 你看这些竹子, 是很长的, 竹子很新鲜的, 然后竹子的尾巴, 他们已经切了, 把它切了差不多一寸到两寸的裂缝, 然后在舞台中间就两个大汉, 一个人搬着竹子的, 一半, 然后就喊一声1,2,3, 一拉, 两个人用均衡的力气, 这个竹子就当场, 切成两半, 然后就插成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很壮观的, 一个他, 那这个是一夜市school, 一夜市school, 在大会上的展示, 因为他们不用剑衫嘛, 所以你看他, 他是用那个很细很细的竹帘子, 然后从空中挂下来, 然后花就从地上往上面丢, 那这是他们的作品, 所以呢, 插花的艺术, 真的已经到了一个art of installation, 一个装置艺术, 那这个艺术, 你看他的员工有多少, 他这么多人一起做, 才做出这一个创作来,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style都讲完了, 那下一步我要讲的就是school, 那目前呢, 据我所知, 世界上大概有2000多个school, 2000多个日本插花的流派, 但是真正最流行的, 我想最有影响力的, 就是这四个, 一个是Ikinovo, 一个是Oharo, 一个是Sokeju, 一个是Ichio, 那就是池房, 小园, 草月, 跟一叶式, 一叶式是那个创造人的last name, 就刚好叫Ichio, OK, 并不是说那个花形只能有一个叶子, 请大家不要误会, 那下面我就一个一个来解释了, 那Ichinovo, 我刚刚已经讲了, 它的花器都是属于这种花器, 上面的开口比较大, 然后下面比较尖, 你可以扁一点, 你也可以高瘦一点, 这是它们的花器, 然后形态几乎是这样, 这两个都是丽花, 这两个都是丽花, 但是这个丽花呢, 右边这个比较传统, 左边这个已经是心风体了, 心风体它们叫做行不带, 行不带, 行不带日文就是心风体, 其实也就是新的, 新的一种体制, 那这里呢, 我稍微把Ichinovo讲一下, 那Ichibono叫做, 池房, 池塘旁边的一个小房子, A hut by the pond, 就池塘旁边盖一个小小的, 竹舍啊, 一个一个寮, 那原来是有个和尚, 他就住在那个小的竹舍里面, 然后就在那边天天看着这个水中的荷叶, 然后就开始想像他插花的形, 所以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创出Ichinovo的形的, 那他也可以说是最古老的日本的插花艺术, 从第六世纪一跳跳到十五世纪, 十五世纪才有Ichinovo这个花形出来, 那日本的插花才从供奉神明转变成为艺术, 那他做完以后呢, 当时的圣德太子非常欣赏, 他的作品, 所以圣德太子就把他邀请入宫, 然后就在他原来盖那个小的这个竹屋的地方, 给他盖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房子, 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盖了一个这样的小六角亭, 应该是六角吧, 一二三, 六角亭, 这是圣德太子, 帮他盖的, 然后就请他专门到宫殿里面来插花, 那这个时候, 他的花就成立了他自己的一个流派, 然后呢, 现在你在京都, 还可以看到这个六角堂, 也就是顶法式, 那这也就是在原来那个池塘旁边的那个小Hut, 后来改建真建以后变成这个, 现在还存在着, 那当然这个Ichinovo的流派呢, 是很尊重这个Building的, 然后呢, 下面就是O'Hara, 小原流, 那小原流的产生是比较晚的, 比较晚, 应该是差不多, 说, 19世纪末期, 20世纪初期, 不是记得很清楚, 我们回去看看吧, 在下面一页, 那小原流,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形式, 用的就是水盘, 左边这个是一个长方形的水盘, 那右边这是一个圆形的水盘, 那他们最重要就是说, 他们喜欢模仿花园的结构, 你看左边这个就是花园里面的, 好像一个胖的, 对不对, 一个池塘, 那右边这个呢, 他们也喜欢做巡回式的圆形的一个安排, 右边这个是一个圆形的安排, 那这个O'Hara的这个school呢, 可以说是第一个, 日本茶话艺术里面第一个现代的流派, 前面Ikinovo是古典的, 这是第一个现代流派, 那为什么会产生呢? 因为那时候, 日本已经开放到西方的文化, 已经开始有了很多的西式的建筑, 还有花草也有很多西式的建筑, 西方引进来的不同的花草,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感觉到高耸的插花方法已经不适用了, 所以就改成用比较低的水盘来插花, 然后他们重视的就是说, 跟每个季节要能够配合, 跟每一个季节要能够配合, 而且要注重自然的环境, 自然环境, 所以他喜欢garden嘛, 他用garden, 他们基本上可以分成圆景中景近景, 三种插法, 圆景的话, 你可能可以看到圆圆的, 他们做成像甲山一样, 用一点石头啊, 用一点松树, 然后变得很远, 然后前面才近景, 中景还有近景的话, 就是说把每一朵花都变得放大, 变得放大, 那我们再看, 这是草月流, 草月流是跟着这个小圆流之后, 再出现的一个更为自由的一个流派, 那这个流派, 基本上他也用很多molibana, 就是水盘, 但是他也用很多nagiri, 就是投入型的高花瓶, 那下面我会慢慢的解释, 你看Sokezu的产生, 是在战后产生的, 那个时候日本, 这个美军有很多驻日本的, 那事实上,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地区, 我们这个插法协会, 是在1976年成立的, 所有的第一期的会员, 全部都是从亚洲回来的美军的太太, 这些美国人, 有的是菲律宾回来, 有的是台湾回来, 有的是日本回来, 最多的就是这三个地方, 有一次我跟一个老太太, 她已经过世了, 她大概十年前过世的时候, 她92岁, 那她跟我谈起天母, 她说她住在天母, 然后谈起敦煌书店, 然后谈起天母警察局, 然后这个坐公路局, 坐到天母的终点下车, 然后有一个圆环, 然后再怎么爬上去, 我的天啊, 那就是我们的主处的地方, 就是我们家的三合院, 就在那山上, 所以谈起来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亲切, 那他们还是一直想念这个台湾, 想念菲律宾, 想念日本, 日本我没办法跟他谈, 但是台湾我可以谈很多, 因为他们住的都是美军顾文团那一带, 然后再往士林跟天母分布, 那这个索吉祖他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 他们认为任何花材, 任何花器, 都可以用在插花里面,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插花, 不要因为你的贫富贵贱, 来决定你可不可以插花, 这是索吉祖最大的一个进步, 所以索吉祖开始以后, 我们插花的花器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待会弄几个很特别的花器给大家看一下, 那索吉祖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这个流派的, 我已经刚刚说过, 我自己很想, 有一阵子我想要离开, 因为我喜欢Iknoble的典雅高贵, 可是后来我研究了他们的历史以后, 我发现我还是愿意留下来, 因为这个索吉祖最左边这个叫昌丰, 勒史和元是他们的last name, 然后最左边这个是昌丰, 他是第一个创立草月流的人, 1927年他创立草月流, 他的父亲也是插花, 可是他父亲是Iknoble, 是持访传统的, 他为了成立这个跟他父亲断绝关系, 断绝关系, 然后因为他父亲当然很不开心了, 所以他就成立了他自己的草月流, 有他独自的一个想法, 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家, 有多重的这个才华, 然后他死了以后呢, 本来应该由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叫洪, 勒史和元洪, 应该由他继承, 可是他不肯, 他说我不要做插花, 我不想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了长女, 这个长女叫做勒史和元侠, 1979年他上任, 可是他一年以后他就死亡, 因为他生病, 那于是勒史和元洪, 主导就回来接了, 回来接, 那他做的有声有色, 他也带进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最后呢, 他死了以后, 有他的女儿, 这个女儿也就是现在, 潮越游的家园, 他叫做勒史和元倩, 他目前继续发展他父亲留下来的风格, 而且当然每一个人都有加入自己的元素,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勒史和元昌丰, 也就是创立潮越流的那个创立者那个家园, 他是190年到1979年, 那你看, 不久前他们做了一个展览, 展览他的作品, 结果他的作品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他用这个奇怪的东西, 当做他的花器, 然后这是一个玉器吧, 然后这个呢, 又是他的art的work, 跑掉了, 然后这也是, 这右边, 右上方这个也是他的artwork, 他插的花, 多奇怪, 那这是昌丰, 是创始者, 然后第二个, 他的长女, 又跑掉了, ok, 乐史和元侠, 乐史和元侠只单任一年的家园, 那他的插花艺术就是比较女人一点, 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开始用一些奇奇怪怪的瓶瓶罐罐, 然后外面给他加上一些装饰, 然后插出这样的东西, 那可以看出这有女性的色彩, 然后他也有, oh sorry, 我这个太sensitive了, 又跑掉了, 回去, yes, ok好, 那下面他去世以后就由他的弟弟, 乐史和元侠来担任, 那这个人是怪胎了, 他不肯做插花, 跑去做导演了, 所以这个导演这个沙之女, woman in the dunes, 这1964年按照安部工房的援助, 所做成的电影, 得到了阿斯卡里面最佳外娱电影奖, 这部电影我看过, 现在还可以找得到这个影片, 非常特别的影片, 而且他的才华是没有话讲的, 然后你看他的作品, 这是他的作品, 叫花舞台1996年展示的, 他用竹子, 全部用竹子把它切开来以后, 然后做成这样, 他就叫做花舞台, 用竹子来显现花, 那也这是他的作品, 舞竹,竹子在跳舞, 是在广岛展示的, 那你看这个多大, 整个外面的楼梯, 从最上面一阶一直到下面, 然后这也是他在韩国现代艺术馆, 所做的一个展示, 全部都竹子,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非常非常喜欢竹子, 然后呢, 谈到这个多样性, 这个sogezu, 曹月流, 这个花器的多样性, 这是我去看展览的时候, 我在冲璇跟在台北看的时候, 我拍下来的照片, 你看最左边那个, 用竹子把它切成这样, 一片一片, 然后中间垫一个什么板呢, 然后呢, 这样就插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插花, 然后下面这个呢, 这更有趣了, 这是一个德国来的, 一个女士胖胖的, 她说因为要到冲绳插花, 她没有办法带着花瓶, 所以她就想了一个办法, 这是什么呢, 这是纸盘, 她把纸盘, 就买了这个红色的纸盘, 然后呢, 把纸盘想办法, 到了现场以后, 把纸盘搓, 切成一半, 然后怎么搓在一起, 然后就当成, 中间装一个瓶子, 瓶子在中间, 可以装水的, 外面是, 是纸盘像一个扇子一样, 把它包起来, 然后她就插了花了, 这实在是很妙的, 然后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是我现在在 Georgia的, 一个同学, 一个老头, 他插的, 你可以看他出来, 那个白板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去花店买那个Mate, 不是那个Michael, Michael买那个做画的那个边缘的那个Mate, 他就把那个Mate折来折去, 然后套来套去, 就做成这一个, 他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再买花器了, 家里已经爆炸了, 所以他用这个做成一个花器, 而且是非常特别, 可以看到多元性就多到这样子, 那这个是一夜市, 一夜市我已经谈过, 一夜市就是不用建山, 因为他们要彻底解放, 那建山他认为建山就是, 第一个他贵, 第二个他已经限制了花, 一定要从建山出来, 所以他不要用建山, 他就是花, 想办法让他自己能够站立, 互相support, 或者甚至于到Lowes, 去买这个木屑, 木屑的条纹, 然后就把他缠在那上面, 就是很妙的一种想法, 所以一夜市是在1937年才创立的, 然后他的特色是完全不用建山, 自我支持或以他物支持, 完全不用建山, 那这个驴块现在非常流行, 因为大家都觉得建山太贵了, 一个建山好的建山, 可以是40块50块美金, 而且建山你如果到Michael去买那建山, 根本就不能用, 因为太轻又小, 插一个一个数字上去就整个倒下来, 所以你买建山一定要买那个非常重的, 然后建山的针呢, 也有密的, 也有酥的, 各种不同的用途, 那现在我要稍微今天的总结一下, 就是说, 这个插花的train, 将来的潮流是怎么走的, 从我们历史的回顾来看, 日本的插花, 永远都是从简单开始, 比如说有一个人建立一个流派, 他就说我们就是这样子, 简单, 然后后来慢慢的很多follow的人慢慢的进来了, 进来以后他们就开始一直改善, 改善到最后就变得很复杂, 那复杂到某一个程度, 也许这个流派就被否定掉了, 又从头开始, 所以这永远都是一个cycle, 永远都是从简单进入复杂, 然后最后又重新开始简单到复杂, 那同时呢, freedom of expression, 就自由表达, 也是现在目前很重视的一个观念, 那自由表达里面就有自由花, 就有前卫花, 也就是残意很重的花, 我刚刚已经有秀过几个picture, 那自由花就是自由花, 就是前卫花, 也就是充满残意的, 那在早期的时候, 在1930-1940的时候, 有一群日本的插花的这些大师, 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前卫的思想, 甚至于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思想也非常喜欢, 也都加入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完全是走前卫的, 那据说这个垃圾和园昌丰, 年轻的时候非常帅, 他永远都穿着一件风衣, 然后在世界各国去展览, 到欧洲到很多地方, 后面都是一群女生跟着他走, 他是那么样的popular, 那当然老了以后就是另外一种景象, 那今天在结束以前, 我想至少让大家学到一点点回家就可以插花, 什么都不用买, 那这个第一个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你就拿一个玻璃杯, 玻璃杯最理想的玻璃杯, 这酒杯呢, 是开口稍微略窄, 那肚子大一点的, 那左边这个不太理想, 因为他开口比较大, 所以插起来的时候有困难, 那这里面我没有剑山, 我也没有玻璃珠,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点点something, 那是什么呢? 那其实就是水瓶, 就是你平常这个water bottle, 塑胶的水瓶, 你把塑胶水瓶拿来以后, 前后都把它切掉, 然后要量一下这个杯子的宽度, 你要以这个最宽的地方为主, 那切成这样, 你慢慢切慢慢切, 不要一下子切掉太多, 然后呢就把这个切下来的这一部分呢, 你就拿一个钻子或者拿一个剪刀, 就搓一些洞, 上下搓洞, 那个洞不要排成一排, 你就随便搓三角形各种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下面也要有, 那这个时候你上下都有洞, 那你花就可以从上面的洞穿过去, 然后下面就选一个洞, 刚好你要的angle, 你可以插出angle的, 然后这样呢, 这个花进去以后就可以站在那里, 我想也许, 很多人喜欢到菜市场买, 买, 一朵或者两朵, 玫瑰, 那玫瑰放到这个酒杯, 那玫瑰放到这个酒杯, 我们就不会打, 它是站着的, 所以大家有看到我这个trick了, 我今天本来想要带一个水瓶上来就忘记了, 你看看这个里面, 可以仔细看里面有一点点纹, 那我很多朋友跟我说, 在这边, 在这里, 你就把这个头尾割掉, 这边钻洞, 下面钻洞, 然后出来以后, 这就是我, 这就是这一个, 我擦的已经三天了, 还好好的, 那这里面就是这个枝干可以按照你要的角度去擦,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技巧, 我是在台北学到的, 那所以这个大家都有嘛, 把水喝完以后, 那把它割了, 这是第一个, 不用买东西就可以做成的, 那第二个,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简单的, 这是从上面俯视的一个镜头, 如果你有一个餐桌, 那你想要有一个装饰在上面, 或者一个咖啡桌, 那这个时候你不想要它高起来, 什么建山都不要, 你只需要花, 一种花, 或者你要两种也可以, 可是这个花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这个花不能买那种长形的高高的喇叭花, 什么lily啊, 那都不合适, 你要买那个扁平的花, 它可以浮在水面上的, 因为这个盆子本身是很浅的, 然后你就有线条, 一定要制造线条, 左边这个就是一个长的线条, 这是新西兰叶, 我刚好有种这个, 你就随便到外面的草皮里面, 就随便采一些, 采一些monkey grass的那个草都可以, 然后右边刚好我有个日本风, 我就把它凑起来, 我觉得这也挺漂亮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以后, 至少回家可以做这两种, 这个盘子每一个都有, 长的方的, 椭圆形的圆的都可以, 然后呢, 这些草里面到院子走一圈一定可以找到, 或者到路边, 只要不被逮到就好了, 然后呢就可以做成这样, 我们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 剩下的时间请大家来提问, 然后我们来互动,